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这幅画真的是好珍贵 其实要很感谢 我们在纽澳地区的总主持 满可法师 我在今天播出早安佛光之前 先取得他的授权同意 使用这一 我应该怎么讲呢 这一场吗 这是我们佛光站在墨尔本 特别有一场叫做 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览 然后讲述星云大事的一生 说是一笔字的人生 我就光是看了那个 人家拍摄下来的 有的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两分多钟的 有七分多钟 也有十分钟的 好像搜寻一下都还看得到 但是太震撼了 我忍不住打电话给满可法师 他就说这个是要感谢 就是墨尔本协会的会长 于文杰会长 他一心都想要把大师的一笔字 能够走出去 所以跟他的同修张力师 我们的世界总会的理事 所以他们共同发心 就把这个怎么讲 他们有个建筑 然后改成像美术馆一样的 直接由这种专业的科技公司 就当然是 就是法师们要提供很多的参考资料 然后还是有这个公司 他们专业的人士 从这种西方人的角度 去消化资料 然后重新再把它 好像反除出来 不管是他呈现的光影声 所有这些 然后让在参观 就是观赏 像电影一样的 像动画一样的 但是呢 其实他要更加的 我光是看到 虽然我们只是 看着是叫YouTube上面 人家拍下来分享的 一些片段 都已经非常震撼了 都有那种 我看他叫沉浸式 我还去问呢 大家什么叫沉浸式 就是说你是完全融入 你是完全 就是感受在那个现场 好像就出现在 在那个时空当中的那种感觉 虽然是透过电脑 方圆开给我看电脑 有时候我都感觉到 好像是 我觉得叫吸入式吗 感觉了 对我来讲 吸入式 沉浸的时候 你浸泡在里面 吸入式 有股力量就进去了 这样子 所以 真的非常震撼 蛮可法师跟我讲 他说 不只是这样 要在现场 在现场 太震撼了 尤其呢 这个主要的这些 整个的资料 在把它 整个影音化这样 是由西方人做的 所以他 他认为的重点 他切入的这个角度 包含他呈现的 整个点线面的呈现 他说 跟我们传统 我们佛光山的地址 好想 怎么是重点 会应该怎么讲述 跟他们的呈现 他确实是 特别对本土化 对西方人 应该是非常吸引他们的 他们看完之后 都表示 正式的真正的认识 佛光山 认识星云大师 认识一位 包含这个 这个科技公司的制作总监 都讲说 他很荣幸 他很谦卑的说 就是能够制作这样的一部 这个伟人的一个 传记性的一个影片 是他的荣幸 其实这个公司也 我听一下也是不得了 好像在大陆的这个奥运 或者是说 他们正在制作 这个Disneyland 迪士奈乐园的 百周年的纪念影片等等 都是他们公司在做的 所以余文杰会长 真的是 真的是大布施 大发心 那不晓得 这样子的一份发心 将会要影响 要找回多少 累生累劫以来 不晓得流浪在外 今天终于得遇 幸运大师 透过这个画面 我真的 我现在讲起来 都有点 这个汉毛熟利 真的很感动 各位听我这样讲 各位不用光是羡慕 也不用想说 哎呀 真是羡慕在 这个纽澳地区啊 他们 我们纽澳地区的佛光人 当然应该要去 我相信我们的 观众朋友当中 应该也有一些是在 澳洲啊 纽西兰啊 我听曼科法是讲 好多人是 主团啊 然后 一定要前往去观赏 那我们不在 纽澳地区 说怎么办呢 我先透露一下 这是曼科法是说的 他说今年 报名参加世界理事会的 会员 有福了 他说在 开幕之后 会有一个时段 会让大家 在 这个 会议在线上 会 看到完整的 全版的播出 那 我们 我们怎么办呢 告诉各位 早安佛光的观众朋友们 你不用着急 也不要觉得 遗憾 因为接下来 这是经过 曼科法师授权 他就说 这个 在 有几个不同版本 那他推荐 就说 请我们在早安佛光 播出 这七分多钟的 各位光是看到 这一幅 这是师父 在 宜兰雷音室 然后 在 缝纫机 一台很破旧的 缝纫机上面 就 趴在那里写作 那写作的 那个灯光 那个 灯泡 还是在 那个真的是 久远的年代 是从 大殿 然后 拜佛玩 然后跟 释迦摩尼佛讲 不好意思 然后师父说 他都要先 抱背一声 然后就跟佛陀 借光 就是把那个 在佛前的 一个小 电灯泡 然后那个线 就拉拉拉拉 但是不够长 所以只能拉到 大殿 跟师父挂单的 在大殿后 有一个厢房 就挂在那个门口 所以距离 最近的就是 那个裁缝机 也只有那个 是一个平面 当桌子一样的 在那里写作 释迦摩尼佛传 也是这样写 玉林博士传 也是这样写 就是 所以我觉得 我是要赞叹 我们在纽澳地区的 我们的师兄们 法师们 我们的余会长 我们的张理事 大家这一份 为了要 把人间佛教 弘扬出去 要让本地的人 用现代的 科技的方式 能够认识 人间佛教 认识新云大师 真的不予以利 就是 我想 光是看这个画面 大家已经是 深深的感动了 已经很震撼了 那 接下来的时间 因为今天是我们 早安佛光 今期二日单元 是话说师父 我觉得 我话不用多说 应该现在 各位非常期盼 要进入 观赏 这七分多钟的 就是 在 墨尔本的 由 余会长 他们发心 我听 马克法师说 他不只是这样 他还 还有现场的 就是实际上的 观赏一笔字 观赏师父 在写一笔字的 这个画面 等等 就是说 因为他在轮流 在看 排队 一梯次 一梯次 这样看 还没轮到的人 在外面看实体展 之后 还当代请了 这个五星级的大厨 观赏完之后 留下来在那里 用灾 素食 就是 我觉得 哇 在海外弘法 做到这样 淋漓尽致 真的都是我们 效法的典范 那当然 我相信我们 在各地 大家 应该 这个 我问 马克法师 我说 这样子的 这么震撼的 这个资料 好不容易做出来 未来有机会 全球巡回吗 他说 这个其实是 那个设备的问题 它就像光雕 那种灯光秀那种 但是它的解析度 非常的锐利 就清晰 那 所以大概 只要设备上 可以 那 不是 说 不是做不到 那所以我觉得 好像保留了一点点 什么可能性 只是因为第一次接触 我也不太知道 需要什么 但总觉得 有为者 亦若是 未来的姻缘 我觉得 蛮可法是为我们 先开创了一个 新媒体的 科技红法的模式 未来 未来一定还有更多的姻缘 总之 今天 话说师父 就 话不多说 我们大家一起 进入这 沉浸式的 星云大师的 一笔字的人生 祝福大家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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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